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 論當世,思來者, 和大家一齊誓說太史公,史記, 好,接下來他就講書, 書是什麼呢?是一個專門項目的歷史, 即是講那個東西,在這個時代裡面的變化, 這個也是一個很先進的東西, 為三代之禮,三代都有他不同的禮, 夏商周,所選益各殊務, 他有加有減的,根據他的實際任務來講, 然要以近性情, 其實禮最重要的東西,是要符合人的性情, 你不能夠違反人的感情,去製作一些不合理, 或者不合人性的禮, 通王道,到最後他的目的是通王道, 即是會達到一個儒家理想的統治方法, 這個就是王道, 故禮因人質為之哲文, 所以禮是因為當時人的質素, 或者人的品價不同, 而加以山減,或者增加, 用禮來節約, 那些裝飾之類的東西, 略歇古今之變, 來到調和古今的變故, 因為古今有變故, 所以禮就有變故, 現在我講完由三代以來禮到現在, 的變化的重點是什麼, 作禮書第一, 諾者, 所以疑風亦族也, 諾是用來徒野性情, 讓人家風俗習慣改變, 至雅仲升興, 初初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雅仲, 雅仲是什麼呢? 雅仲就是天子之樂, 和諸侯之樂, 這些地方就叫雅仲, 這個是祭典, 大儀式的時候, 那些音樂, 是很火一毛的音樂, 現在我們來講, 這些就是歐洲的Castical Music, 但是結果就不流行, 結果就變成流行曲, 就是這樣, 則二號鄭惠之音, 由雅仲之樂開始興起, 其實因為以前的樂器都很貴, 所以是由朝廷興起, 我們看到編宗, 全部都是王者享受的, 但是後來就傳到民間, 有了鄭惠之音, 鄭惠之音者是儒家最反對的東西, 即是非美之音, 就等於我們的卡拉OK歌一樣, 十首有九首都是講愛情的, 這些就叫非美之音, 鄭惠之音所從來久矣, 但是鄭惠這些音樂, 其實是流行過很久, 以及傳到很久, 人情之所感, 是因為它是令到人的感情, 是得以共鳴的, 軟族則壞, 有時候聽音樂是會遠離世俗, 而是規範了你所想的東西, 即是會使你洗滴的心腸, 此樂書以術來鼓, 所以我們作一個樂書, 來講古今以來音樂的變化, 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強,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兵, 你是沒辦法強, 非德不昌, 也要有德行, 只是武力不行, 要有德行才行, 皇帝湯姆二兄, 皇帝湯姆就是靠兵來起家, 當然要打敗人, 是不是, 也要用德行來守住他的天下, 結咒二世以崩, 到了結咒二世, 因為失了德, 也是兵,武功是不行, 所以就亡了, 可不臣災, 你可不可以不去小心研究這些事情呢? 司馬法, 所從來尚義, 司馬法是什麼? 司馬法就是古代的兵書, 古代的兵書, 太公, 孫吳王子,能兆而明知, 太公就是女尚, 姜太公當然說, 據相傳是作陰符編, 兵法很厲害, 孫吳並舉, 這個孫一定是孫斌, 不是孫武, 因為孫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兵法大師就是孫武, 一個孫斌, 既然和吳起並列, 這個一定是孫斌, 王子界譜, 王子就是王子界譜, 為什麼叫王子呢? 他其實是周王的兒子, 這些人就叫王子, 後來他不能繼承皇位, 那個姓就變了王子, 到孫就叫王孫, 所以就有王子,王孫, 這些姓, 這個用兵很厲害的人就叫王子界譜, 能兆而明知, 繼承了他, 設近世極人變, 這些事情也要跟近世的實際所結合, 這些事情不能離地, 因為不停會變, 這個律法是會不停變, 兵法也會不停變, 極人變, 作律書第三, 我作律書第三, 這個律書其實是包含了律例和兵法在裡面, 其實是, 律居陰而治揚, 律, 剛才在講律書, 為什麼這裡又講律, 這個律又不同於那個律, 律是講大自然的規則, 大自然的規則就是等於我們物理學, 是有些最終的律,究竟是怎樣, 怎樣叫居陰而治揚呢, 他是不會明確地告訴你, 這些規則, 這些大自然的法則是潛藏的, 但是它是表現在實物裡面, 所以叫治揚, 世上所有顯露出來的東西, 都受大自然, 或者物理學的規則所規範, 律居陰而治陰, 歷是什麼, 歷居陰而治陰, 歷是一個很清楚的東西, 歷是分為四時, 即是春夏秋冬, 二十四節氣, 這些都是很明確的東西, 譬如說什麼時候日光最長, 什麼時候日光最短, 是很清楚的, 在歷裡面, 而治陰, 它其實暗中是服從了這些大自然的定律, 律力更相似, 律和歷是要一起去研究, 然後才得到一個合適的方法, 間不容飄忽, 是不容許你輕視的, 不容許你輕忽的, 五家之文佛義, 五家其實就是在說, 由皇帝到現在的五種歷法, 即是皇帝, 尊玉, 帝告, 夏商周, 他們的歷法都不同, 為太初之言論, 其實最適合的歷法, 就是漢武帝剛剛實行了的太初曆, 我剛才講過, 太初曆就是中國二千年歷法的基礎, 其後只不過是作少少的修改, 他基本是一種陰陽合力, 繼月的時候就是用陰力, 繼過月光的凝缺, 但是繼節氣其實是一種陽力, 這個太初曆就電立了二千年中國歷法基礎, 作歷書第四, 他於是就作了歷書第四來解釋這件事, 升氣之書, 結果講天星和妄氣那些這樣的書, 什麼叫妄氣呢, 就是劉邦曾經因為放了囚犯, 就走到山上, 他老婆說, 每次送東西給他吃, 找到他, 因為有暈, 劉邦頭頂就會有暈, 因為他是龍, 龍就從暈, 有天子氣, 所以說我們也有望氣, 等於我們現在, 就是說, 看風水, 哪個山的氣很旺, 就是同樣的東西, 多集吉祥, 他講很多是吉祥的東西, 祥基祥, 有祥有祥, 究竟這樣是吉還是不吉, 不經, 這些不是經常會有發生的事, 推其文, 但是他每次這樣講, 巧其認, 究竟靈不靈, 他每次都是一樣的, 不殊是沒有分別的, 於是我就集論他的行事, 然後驗證他的軌跡, 究竟這些是不是每次見到這樣, 一顆星這樣走, 見到那些氣這樣, 是真的會有一個軌跡, 作天官第五, 於是我就作了天官第五, 第五書就是天官, 這一節到這為止,